這個時候就覺得說爸爸有點年紀 然後真的是他連過年有時候都不在家裡 都是一直在出海 就想說如果來接這艘船 我爸可能會比較輕鬆 或者是他就不用這麼累 我跟他出海就是我在控制船舵 然後他可能就沒事就弄吃的 抓什麼螃蟹 抓魚 然後就用料理給我吃這樣子 大部分的過程從我剛來 我大概被他罵了大概大半年吧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他罵我可能就是為了 怕我出海的時候 有哪裡不注意 一個不小心可能你連命都沒了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我就一直撐下去 沒有跟我爸說我想休息 沒有 就是做了六七七八年 直到現在都還是提倡抓大放小 我們還是希望可以一直永續經營 然後照顧這個海洋 希望我們都可以繼續在捕螃蟹 捕魚或什麼的 我覺得有時候你要有個決心吧 工作你要做一份工作 你就是要有決心 今天我要來了 我就不想要半途而廢 就要把它做得好 做到完 我們山河社區 基本上是一個農村再生的社區 留不住年輕人 所以我們想說把社區農業化 產業化 看能不能吸引一些年輕人 回到社區來 種植若神花第一個 不需要用到農藥 然後也好管理 採收也不是說很廢 廢時廢工的一個產業 因為我們社區研發以後 社區農民都能配合 第一個先研發了若神蘋果醋 後續就研發若神蘋果醬跟若神蜜餡 我們又研發了若神小Q果 及法式軟糖 若神茶包 我們山珍步道這邊的 山河社區希望是 這邊都有展示一些農特產品 那我們希望說 讓遊客來品嘗到 山河在地的一些 若神系列產品 讓更多年輕人 有回鄉的意願 那也讓遊客吃得安心 健康 秋天的紅 是味蕾的享受 是家人情感的聚合 那份濃郁中的點滴故事 值得你細細品味